是非常的重要 那刚才盛教授也提到过 那这个大概是一个系列的一个课程 那我们今天最主要是探讨这个西型肝炎治疗的一个食物 那简单把西型肝炎稍微介绍一下 西型肝炎病毒是1989年发现 所以到现在大概是26年27年左右 那不过这个病毒发现之后 那陆陆续就很多新的治疗出现 那早期大概就是用传统的干扰术 不过它的治愈的效果大概只有6%左右 那后来在台大医院 那最主要是陈建兴院长赖明洋教授 那我们的肝炎的团队 那发展了一个合并治疗 也就是传统型的干扰术再加上雷巴微磷 那让这个西型肝炎的标准治疗 进入到一个合并治疗的一个时代 那公元2000年之后 长效型干扰术引进 那么再合并雷巴微磷 那我想自然让这个西型肝炎的一个治疗的有效率 那大幅提升嘛 等一下我想等下留 那曾华医师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样已经提升到大概75%到85% 那不过大家也清楚 目前的临床医学进展是非常快 特别是在药物的研发上面 所以西型肝炎的治疗 大概从2013 2014年开始 就进到一个所谓的没有干扰术的全口服药物的一个崭新的一个时代 而且它的一个SVR就是治疗率可以增加到九成 甚至九成五以上 所以我现在对这个西型肝炎是有一个期许啦 因为我常常讲以前如果是用干扰术的时代 那是有所谓的特殊族群 那现在因为有这个全口服的药物 所以这个特殊族群的一个数目就逐渐的减少 所以现在是一个所谓的无差别的西肝治愈的新时代 我想这个大概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讯息 那也因为西肝的药物是日新月异 大概每一年甚至你可以说每一个季 每一个quarter可能都有一些新的药物出现 所以这个这个西肝的课程 一年上一次有时候可能还不够啦 必要的时候可能要每一个每一季 那都要给大家这个update一下 那所以想今天大概非常高兴能够请到本科的 刘正华医师来跟大家做西肝肝炎的一个介绍 那刘医师当然是毕业于本校的医学系啦 那同时也从我们本院的临床医学研究所 获得他的一个博士的学位 那在台湾能够把西肝肝炎讲好的人并不多 那刘医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那原因是因为他过去的教学啦研究跟服务 那都是以这个西肝肝炎为主軸 那我们就热的掌声来欢迎刘医师的报告 谢谢 谢谢高教授介绍 曾教授曾教授 还有各位先进童 那大家早安 那今天呢我的题目呢 主要是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个西肝肝炎一下临床实物 因为西肝肝炎是最近进展最快的一个科学之一 所以说大家今天呢 可能会听到很多新的讯息 那也希望这个新的讯息能够传递给 各位能够在以后呢治疗这些西肝肝炎患者上呢 有很多的一个帮助 好第一个呢我想我们这些online呢包括一些基本的一些流行病学 还有一些治安室 还有一些如何诊断如何治疗 好我们先讲一下流行病学 到底这个病是多常见 事实上呢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工业问题 事实上全世界目前呢 它的盛行率 大概还是在2%到4%左右 所以说基本上呢全世界大概还有1亿7千万的一个C型肝炎的代言者 所以说它常见 好那在各位呢 好患者在照顾期间的也非常多 好可能有慢性C型肝炎的感染 那可以看到在亚洲的一个趋势 好我们可以看到按照年龄 好就是各种不同年龄的一个分布的一个盛行率的趋势 好各位可以看到好 大概我们在亚洲的族群里面大概很稳定 好大概在目前大概在55岁到60岁左右是最常见 好为什么好因为早期这个 啊C型肝炎是一个血液跟体液传染的时代 所以早年呢在所谓的好医疗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呢 好我们早期还不知道有C型肝炎的时候呢 所以经由所谓的打针 好还有就是输血或等等一些好 好清洗性的一些好方式 好医疗方式呢 造成这个大量的一个传染好 好那在之后呢 我们发现这个C型肝炎之后诊断学之后呢 那整体来讲这个C型肝炎的感染率呢 好事实上是大大的减少在输血 或是一些开刀等等之类已经减少很多 那这些患者一般来讲在现在呢 最常见还是在55到60岁左右 好那我们看一下台湾的整体肾炎率 跟全世界有什么不一样 好那这是一个那个肝病基金会 在全省的一个筛检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肾炎率报告 好那可以看到台湾平均的一个 好吸肝抗体的阳性率 就是大概在4.4%左右 那我们大概算起来大概这些4.4的患者呢 大概有75%的人呢可能带有所谓的病毒 所以说算起来大概在3.5到4左右呢 事实上是有一个带员的机会 那我们看一下在不同区域呢 在北台湾 中台湾 南台湾跟东台湾 还有离岛部分呢 基本上它的盛行率呢 北台湾稍微低一点点 因为可能经济状况会比较好一点 那在中台湾呢 基本上在苗栗就非常多 那目前最常见的一个盛行的部分是在南台湾 在所谓的嘉义 台南 高雄等等之类 那是非常常见 所以早期在这个部分的沿海地区呢 因为呢 医疗资源不发达 所以很多会有所谓的密医 或乡镇的一些 造成所谓的这个针头的一个感染 因为他们不是丢弃式的 所以说常常会造成整个村里面 会有所谓西干村的一个存在 好 那下一个呢 就是刚刚盛行率是一个整体的一个 病患的一个种数 第二个就是它所谓的基因型 就是病毒跟我们人类一样 也有不同的一个种类 那这个种类等一下我们跟各位讲 为何要定这个基因型 因为这跟后续我们治疗的一个药物的反应 是有相关的 那目前已知的那个基因型 有分成所谓主基因型 主基因型它是有七种主基因型 那它的代号分别是用 123456来区分 那另外还有所谓的亚型 亚型就是一型里面还有分它的亚型 例如说1A 1B 1C 那叫亚型 所以说整体来讲呢 包括所谓的主基因型跟亚型呢 可能有超过50种以上 甚至有到100种的一个不同的变化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全世界的分布呢 最常见的是在基因型 1型 1型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常见 那欧美的1型里面呢 大部分是1A是常见 那在我们亚洲部分呢 基本上1型也是最常见的 但是是1B是最为常见的 那在我们这些日本 中国台湾这部分呢 主要是1型跟2型 最为常见 那东南亚部分呢 是属于6型的一个分布 那印度呢 是基因型3型 好 那再看一下我们真的 台湾本身的一个 6型病学的一个分布 可以看到 基本上呢 在我们左边的部分呢 这是一般的族群的一个分布的状态 可以看到呢 就是它的那个整体的所谓分布 是以基因型1型跟2型为主 所以台湾基本上是以1跟2型为主 那1里面呢 基本上是以1B 它的亚型是1B最为常见 那2型里面呢 基本上2A是最为常见 所以说可以看到 北部呢 1型大概占7成左右 2型是大概是3成 那在中台湾呢 它1型的话会下降大概10%左右 所以6比4左右 到南台湾呢 大概是5比5 所以说随着这个 区域的分布的话 越往南边的话呢 基因型2型的分布会比较多 那在所谓的其他一些 捐血的一个状态呢 还有洗肾透析患者或原住民的部分 基本上它整体的分布的基因型 还是以1B跟2A 还是最为常见 所以说跟我们一般的族群是一模一样 那比较有意思是在所谓的新兴的一个 这种高危险度的 所以HIV的一个感染患者 它有分所谓静脉毒瘾的患者 跟所谓的同性恋患者的话 它的分布就比较奇特 它的1型呢 基本上是以1A为主 跟我们一般患者不一样 另外呢 它在3型跟6型是比较常见 所以这个3型跟6型在我们一般族群是 非常非常的少见 1A也是非常少见 所以说这个族群是比较特殊的 好 那第二个我们看一下它自然史 那自然史的部分大家其实都很清楚 当一个正常的肝脏呢 经由这个C型肝炎病毒感染之后呢 它比较特别 因为它的症状 不会像B型肝炎这么的严重 所以说 它产生猛暴性肝炎机会非常的少 大部分的病人的症状都是 只是轻微会觉得疲倦 会不舒服 会以为是感冒的症状 然后它一旦进到我们身体来之后呢 80%以上的患者 基本上都会变成慢性感染 慢性的意思是 它在血中存在病毒的时间超过半年以上 它不离开我们身体 一旦变慢性之后呢 它就不走了 如果你没有有效的药物治疗 它就留在身体里面 所谓产生的肝病的一个三部群 就是慢性肝炎 然后肝硬化 最后到肝癌 有一部分患者呢 是进展到所谓的肝衰竭的状态 然后每年会有一定的程度 会造成死亡 好 那这个就是大家常常在病房看到的 好 肝硬化之后 好 容易产生肝癌 那静脉驱张出血 好 然后所谓的肝昏迷 还有所谓的腹水 好 合併的一个 好 腹膜炎的一个感染 那这些呢 都会造成好 每年有一定程度的病闻死亡 好 那另外呢 我们现在讲好肝炎 肝炎是一个肝脏的一个疾病 好 事实上目前的研究显示好 西型肝炎并不是一个好 单纯的一个肝脏疾病 他是属于所谓的全身性的一个系统疾病 好 那目前已知呢 在所谓中途神经的影响方面呢 好 他其实会造成慢性的疲倦 等等所谓认知的一个障碍 好 甚至最新台湾的一个流行病研究 好 就是发现到他跟所谓的巴金森症 是有关系的 好 那包括心血管也会造成心血管疾病 好 所谓的自体免疫疾病 好 那最常见是所谓的 事实上在西型肝炎是非常非常的常见 好 那在内分泌部分呢 事实上他也会造成各种 好 包括最常见是造成所谓的 胰岛素的一个阻碍性 所以容易造成所谓的糖尿病的发生 好 那在肾脏部分呢 他容易造成所谓的肾丝求炎 甚至造成肾衰竭的一个状况 那血液病呢 事实上他最有名 会造成所谓的淋巴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变化 那最有名是造成所谓的 磷菠麻 还有一些 ITP 等等之类一个 Immute immediate disease 好 那皮肤病变 也会有非常多的一个变化 所以说呢 基本上呢 他肝脂是他整个身体的一个表现一部分 他事实上会造成非常多的 全身系统的一个疾病 好 那另外在癌症的部分呢 事实上西型肝炎大家知道 一定是最容易造成所谓的肝癌的发生 事实上在最大规模的一个 健康的受视者的一个研究显示 事实上他并不是只有肝癌发生率是上升 事实上可以看到呢 经过其他一个族群的一个 年龄的一个校正之后呢 事实上他各种的癌症事实上 整体的发生率都会非常的高 所以说我们就觉得这个非常有趣 但事实上并非是只有肝脏 对其他的系统呢 也有慢性的一个破坏 造成癌症的一个发生的一个情形 好 那再次来我们要怎么诊断这个西型肝炎 事实上我们诊断流程非常的简单 因为现在西型肝炎已经很确定 那第一步呢 大家怎么诊断 就是抽血测所谓的这个抗体的一个检测 抗体大家平常在病房都可以去测 如果你测出来是阴性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OK 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那如果是阳性的话呢 大家下一部分 如果要确定他是不是所谓的西型肝炎的代源者 一般都是还要用所谓的病毒的一个卷测 因为anti-CV事实上是一个免疫的marker 事实上并不代表你现在有active infection 所以说事实上还是要有RNA的一个test 如果RNA test是positive的状况 基本上就是所谓的代源者已经到C型肝炎的感染 那如果呢今天C型肝炎测起来是undetectable 测不到的话 基本上有可能是他之前曾经感染过 但是呢他自发性的清除病毒 所以抗体还在病毒消失 那第二个情形是有可能是他经有一个有效的抗病毒药物治疗之后 抗体还没消失但是病毒在血中呢 已经测定不到 所以说当你测定不到病毒之后 一般我们会confirm一次再repeat RNA test 一般两次到三次测定都是没有病毒的时候 一般就是表示它基本上不算是HCV的carrier 它是一个cure的一个状态 好那西肝抗体呢 基本上我们现在的所谓EIA 从一代到三代的一个检测方式 那基本上所有的医院 现在很少用第一代 因为第一代的敏感度不是很好 它的window period比较长 那大部分呢我们医院呢 或是一般大部分医院都是至少是EIA第二代 Anside Immuno Assay 二代到三代的一个检测 那它检测的部分基本上因为更加的敏感 那它所谓的空窗期叫window period会变更短 所以说基本上各位在临床使用的NICV 基本上呢都是非常的非常的精准 那在测试方面你们可以看到后面的NICV 还有一个后面叫Titer 可以看到那个Titer 一般来讲如果Titer非常的低的时候 大部分大部分的病毒都是检测不到 好那在所谓的所谓RNA的test 我们该怎么做 事实上呢在台湾呢 基本上大部分各家医院都会有所谓RNA的检测 那RNA检测一个非常好 现在其实非常的方便非常快速 而且最新的方法都是所谓的快速的PCR test 它是所谓定量的一个PCR test 所以当各位只要送血出去之后 很快大概一周之内就可以知道 它的RNA的一个状况 而且敏感度非常好 现在最新的使用的方式敏感度 都在所谓的10到25个国际单位之内 所以非常的稳定 非常的敏感 所以说很少有所谓的false postule的情形 或false neck的情形 那在基因型部分呢 基本上呢 它有各种不同的所谓的commercial的一个 我们刚刚讲的七种基因型 有亚型 那目前一般的检测呢 是测1到6型 因为低性型非常的少 近几年才发现 那绝大多数呢 1到6型的主基因型 都是可以测出来 那在亚型的部分呢 基本上 我们等一下会讲 大部分的药物呢 影响最大是在基因型一型的亚型 会影响它的治疗效果 所以说这个很多检测呢 都是所谓测定的 主要是基因型一型的一个亚型的一个分布 那像所谓的LIPA test 它是所谓123456的亚型 它也可以测出来 那像亚培呢 基本上它只有一型的亚型 可以测定出来 好那其他呢 我们要注意的如何诊断 包括LT的test 那LT现在事实上 我们很多有新的 所谓update的一个data 事实上我们早期都认为 30到40是一个 normal的一个LT level 现在最新的国外的研究显示 在男性的话 它LT的normal limit是30个IU 以上就是不正常 女生呢 已经降到17个IU 只要超过17个IU 就是不正常 那其他呢 大部分大家会检测 就是所谓黄胆 跟所谓prostrombin index 那在所谓的组织学的部分呢 那一般最gold standard 是用所谓清醒性的 Lever biopsy 去区别它的所谓纤维化的一个严重度 那之后呢 我们因为很多人不敢接受所谓的干切片的一个检查 所以说我们有很多所谓的包括抽血 去检测它的所谓纤维化的一个预测性 还有使用所谓的 就是像超音波类似的那种震波仪 去检测它的所谓纤维化的严重度 那这个呢 其实在我们平常 这个practice呢 已经越来越普遍 方便而且又安全 准确度还算蛮不错 所以说这可以当做 未来各位的一个参考 好 所以说总结来讲呢 在流行病学跟所谓自然史的部分呢 西型肝炎很常见 盛情医大2%到4%左右 那基因型主要主要有7型 那牙型有50种以上 那西型肝炎可以造成所谓肝硬化肝癌跟肝衰竭 甚至死亡 那西型肝炎事实上也可以造成很多肝外的一个变化 不是只有肝 肝里面的变化 那诊断的西型肝炎基本上我们基于四个一个诊断的一个流程 一个是生化学然后血清学病毒学跟所谓的组织学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所谓的治疗的一个定义 因为我们这些病毒呢事实上常见流行病学也是很重要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呢这个西型肝炎治疗到底有什么好处 好我们现在目前的定义是这样子 好我们能不能来决定这个病人到底有没有治疗成功是有个名词 叫Sustain Biological Response叫SBR 那他是如何来定义这个东西 就是说我们经有一个固定疗程的 有限疗程的一个抗病毒治疗 一般12周到72周的治疗 那治疗之后我们会停止治疗 因为西型肝炎也不需要终身治疗 停止治疗之后我们会追踪大概三个月到六个月左右 如果你用抽血去测他所谓的病毒的状况的话 如果经过这个12周以上呢 你测定不到病毒的时候呢 这叫做SBR就成功了 那如果呢跑出来病毒叫做Non-SBR就没有成功 那基本上我们现在所谓的RNA试试刚刚讲过 都是用很敏感的方法抽血就可以知道 那现在有个定义是SBR12跟SBR24 这什么意思呢 12就是说当我们停药之后 你第三个月测定他测定不到病毒 叫SBR12就12周 24呢是到24周我们测定病毒 就是测不到叫做SBR24 那这个两个呢都是所谓的Q的一个指标 好我们看一下呢到底这SBR到底有多好 事实上呢早期的我们干扰素的研究 就是当一个病人达到SBR之后呢 他长期追踪非常多年 那我们去测定他的血中的病毒 到底他没有病毒的机会有多高 各位可以看到这研究显示呢大概99以上的病人 基本上都是没有病毒 这代表什么意思 当你一个有效治疗之后 他基本上就是再也不会有病毒 Q了 那那1%的患者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大部分都是重新再被感染 大部分重新再感染 所以说他是一个Q的指标 所以说 很多早期很多人都以为说C型肝也不会治疗好 事实上是错的 这个是可以Q的一个疾病 好那他的好处在哪里 我们当然我们治疗不是只是单纯治疗这个病毒的数字 基本上是为了病人的health outcome 看有没有进步 事实上呢早期很多meta-analyse已经显示很清楚 当你C型肝的患者呢达到SBR之后呢 他的肝脏相关的一个死亡率肝衰竭还有肝癌都会变少 都会明显的下降 那跟我们刚刚自然史一样 就是说当你把他这个肝炎 把他清除掉之后呢 他的clinical outcome呢就会很明显的变好 那在台湾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研究 就是用健保治疗库看到就是C型肝炎的治疗好了以后呢 到底是对所谓的肝外的一个影响到底有没有好处 事实上可以看到呢 很明显在红色的部分呢 这是没有治疗的患者 那蓝色是有经过所谓的抗病毒药物治疗的患者 长期最终可以看到呢 没有治疗患者呢 他C型肝炎它长期会造成肾衰竭的机会会高很多 然后造成所谓的Accute coronary syndrome的机会也高很多 Eschemi stroke机会也变高 所以说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就是说 刚刚讲C型肝炎会造成很多肝外的一个病变 那但是呢我们经有有效的药物治疗 它可以逆转它的所谓的Extra Hepatitis的一个 manifestation 所以说这是好处非常的多 除了对肝有好处 对肝以外的很多器官呢 也有同样的一个保护效果 好所以总结来讲呢 SBR这是一个 成功的抗病毒指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叫SBR SBR12或SBR24都OK 所以SBR是一个Q的一个指标 那第三个呢 这所谓的Prognosis呢 在SBR之后呢 它可以减少所谓的肝脏相关的死亡率 肝癌肝衰竭 那最后一个最重要就是说 当肝可以变好以外呢 对肝外的一些很多器官的保护呢 当SBR之后都有很大的一个好处 所以说当我们现在来讲 如果当一个病人你好好治疗它 达到SBR之后呢 它整体的所谓的Prognosis都会变好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那如何来治疗 那第一个我会介绍呢 就所谓的长效型干扰素 Paket Interferum 跟雷巴威林一个合并治疗 那在吸引肝源 当我们侵入我们身体之后呢 事实上会引发很多的下游的一个基因反应 那基因反应的进来之后呢 它主要是会产生所谓的Interferum 那这个Interferum之后呢 它分泌到我们细胞外之后呢 会进入所谓的Interferum Receptor 在所谓的 所谓的Downstream的一个Signal 叫做Jackstep Passway 那最后呢 下游会产生很多的抗病毒的一个蛋白质 来消灭呢 在肝细胞里面的一个细形干颜病毒 但是细形干颜病毒这个病毒是非常的聪明 它会有很多的蛋白质 制造很多蛋白质 会干扰我们里面的一个 Downstream的一个Signal Transduction 包括呢在第一步的所谓的 Non-Specific的Tolite Receptor 所以Rig-1 Math的一个Signal 那甚至到下面的所谓Jackstep Passway的一个 所谓Downstream的Signal的Blockage 所以说会让整体的效率不好 那增加病毒呢 在我们肝细胞里面的一个存活率 所以说呢我们干扰素是什么做呢 是加以使用外来一个大量的一个干扰素 能够让这个后面的一个下游的一个 Downstream Signal能够加强 能够对抗所谓的 C肝的Anti的所谓的 Information的一个效果 然后让下游的一个Signal Transduction 能够维持稳定 来杀除这个病毒 这就是干扰素的一个原理 那干扰素像目前来讲 台湾大部分使用的所谓的长效型 叫Pegylated Interferon 那Pegylated这个PEG呢 就是叫Polyalcine Glyco 那它的好处在哪里呢 这个就是可以看到 这个叫Peg 那叫干扰素 那它有不同的Peg的一个设计的方式 跟Interferon结合 那结合之后呢 可以增加我们在 在身体里面的一个PK Pharmacocinetics的一个好处 能够让那个药物能够缓慢的释放 能够让抗病毒的效果能够持久 那使用了不用那么的频繁 那基本上我们所谓的Pegylated Interferon 现在是以皮下注射 每周呢注射一次就可以 因为之前的所谓的Interferon 就是短效型刚好说一个礼拜要治疗三次 所以比较辛苦 所以说Pegylated Interferon呢 对患者来讲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方法 那基本上Pegylated Interferon 它单独治疗的时候效果不是那么的好 它需要合并一个叫 叫Ribabarin 叫雷巴威林一个治疗 那雷巴威林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 它是一个广泛的一个抗病毒药物 它不是只针对西型肝炎 但是目前呢 它对西型肝炎的一个抗病毒的一个mechanism 事实上是不太清楚 只知道它可以杀除这个西肝病毒 但mechanism都是 目前都是以猜测的状况来产生 那基本上呢 这个雷巴威林是以肾脏来排泄 所以当肾脏功能不好的时候 要非常小心使用 因为它会造成很严重的一个 贫血的一个状况 因为这个最大的负重会造成 Hemolytic Anemia 所以说当肾功能不好的时候 你使用下去之后 它Hemolytic Anemia很严重 会造成所谓的相对的危险性升高 好那我们看一下呢 目前干扰素的一个治疗的效果是什么 那台湾主要是基金型一型跟二型 我们可以分析看一型的状况 上面是一型的一个临床试验结果 那它使用不同时间不同剂量的所谓的 干扰素跟雷巴威林的一个治疗 那它们分四组 有24跟48 这什么意思呢 24指24周 48指48周 那下面有个LD就是低剂量的雷巴威林 HD就是high dose的一个雷巴威林 我们可以看到在基金型一型可以看到它 整体的SVR的一个结果 可以看到当一型的患者呢 应该要怎么治疗最好 要使用所谓高剂量的一个雷巴威林 然后呢治疗时间要延长到48周 才会得到最好的一个治疗效果 那二型或三型的患者呢 结论是完全不一样 它四组看起来结果应该是 它只要使用24周的一个治疗 那它的雷巴威林不需要使用高剂量 就可以达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那我们从这个图里看到很清楚 一型是相对非常难治疗 因为它成功率就算达到一年 成功率呢 整体来讲全世界的反应大概也是五成而已 但是二三型的患者呢 只要治疗半年 它的成功率呢就可以到八成 非常的好 但是呢 当然我们各位可以知道 这个干扰数事实上是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副作用 那所以说有些病人呢 治疗到一半的时候呢 他可能会受不了 然后就会终止治疗 但是我们临床的观察显示呢 就是有些患者 明明你没有达到 没有达到他该有的一个时间 但是我们停药之后呢 他还是有可能达到SBR 这很有趣的说 那为什么会有些病人 明明打不到那么多的时间 他还是会产生SBR 那后来我们就发现到 有一个观念 就是按照所谓的 抗病毒治疗下去之后 他病毒下降了反应的幅度呢 来决定我们最适当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式 所以叫Responsive Guide Therapy 这RGT的一个治疗方式 他的原理是怎么样 当我们所有的吸肝患者 使用干扰素跟雷包运的治疗之后呢 一定有不同的反应 最好的反应是属于这种 Red P Responder 他治疗下去之后呢 病毒会下降的非常的快速 一下 血中就没有病毒 那有一组患者是治疗 会下降 但是下降的非常的慢 这叫所谓的Partial Responder 那最不好的就是所谓的 完全病毒都不会下降 这叫No Responder 所以说这个不同的状况呢 会有不同的一个 最后的一个治疗的结果 那目前呢 最新的RGT的一个观念是怎么样呢 当你病毒下降越快的时候呢 他可能治疗时间就可以更短 那他治疗的效果就更好 这个想也知道 就是说你的反应越好 你可能治疗时间就不需要那么长 不需要大家大锅饭 一行的患者都治疗48周 二三行都治疗24周 或许可以再更短一点 那让病人能够更加的舒服 那我们使用的药费呢 也会大大的下降 好 目前呢最新的观念呢 就有两个很重要 一个是看治疗反应的第四周 就是我们打了干扰处之后呢 第四周的反应 如果第四周呢 我们马上就测不到病毒的时候呢 这个就叫做达到所谓的RVR Rapid by Logical Response 那如果呢今天第四周没有达到RVR的时候呢 我们下一关是看第十二周 第三个月的一个状况 如果第四周还有病毒 但是第十二周呢测不到病毒的时候 我们叫做 complete early by Logical Response 这叫第十二周第一次没有病毒 那这个下一个叫 parsure early by Logical Response 就是说 这个病毒在第四周有下降 但是他第十二周呢 还有残存一些病毒 这个叫parsure early by Logical Response 所以大家也知道 红色的效果一定是最好 蓝色是其次 那绿色呢可能是最差 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的RGT的观念是说 红色是不是可以缩短疗程 蓝色呢是不是要维持一般的治疗的时间 那绿色呢是不是有可能还要延长整体的治疗 整体治疗时间来达到最好的一个治疗效果 好那这是呢 去年2014年 前年2014年 欧洲肝密学会的一个指引 那第一个是看到这第四型 第一型或第四型使用干扰素的方式 那基本上呢如果第四周没有病毒呢 我们可以大部分的病人可以从48周 可以缩短到24周的治疗 可以缩短一半 但是第四周如果还有病毒的时候呢 基本上是不可以缩短疗程 基本上都要从48周 甚至要延长到72周的治疗 所以RVR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on treatment的一个response 一个指标 那二三型也是一样 那二三型如果第四周没有病毒的时候呢 就有可能从24周缩短一半的疗程 那12到16周就可以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 但是如果呢第四周还有病毒的时候 基本上是不能缩短 要治疗24周甚至要到48周的一个治疗 这是目前呢 全世界的一个干扰素加雷巴威尼的一个质疑的一个状态 那台湾呢现在目前呢 健保有几副所谓的长效型干扰素跟雷巴威尼的治疗 那现在治疗的款式非常的非常的松 各位可以看到目前的健保规范呢 只要肝指数只要有一次不正常就可以了 然后呢细型肝炎抗体阳性 或者是RNA阳性就可以 这两个要end 要确定有viremia才可以治疗 那现在呢最新的规定也不需要做所谓的肝切片 来确定它的纤维化 所以说呢这款式非常的松 那基本上它的起伏的流程是按照我们最新的 Responsive Guide Therapy来给予药物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期限 那当病人第一次治疗如果失败的时候呢 目前健保可以给付第二次重新治疗一个RGT的一个概念 好所以说呢整体来讲激情疫情的患者呢 如果RVR呢第一病毒量基本上是治疗24周 如果没有RVR的时候呢 但是有CEVR的时候是治疗一般的48周 那但是当病毒下降非常慢的时候 叫Parsial EVR的时候呢 基本上需要治疗到72周 但是如果到第三个月 完全病毒没有下降叫Non-EVR 基本上就可以中止治疗 大概就再打应该也没有用 那二三型的患者有RVR可以缩短一半 从24周缩到12到16周 那没有RVR基本上要治疗一般 24到48周 这是目前干扰数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概念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所谓有个比较有趣这样的 叫做戒白痴 Interleukin 28B的一个基因型一个分布 为什么要讨论这个东西 事实上很有意思 在早期呢我们亚洲人同样打干扰素 尤其是基因型一型的患者 效果不是那么好 但是美国呢各位看到 我们之前可以看到治疗一年成功率大概只有五成而已 但是后来在我们亚洲的一个治疗的一个结果 尤其在台湾 他有三个大型的临床实验 在台湾已经执行过了 他成功率大概比欧美 大概多了20%的一个成功率 一型的患者 同样的药物 同样的治疗疗程 都比国外欧美的人更好 但是早期一直找不到那个原因 为什么我们黄种人比白人好 甚至比黑人还好 那这个谜呢事实上在2009年已经解密了 就是说我们用所谓的全基因扫描 找到这个基因 叫做Intellucine 28B的一个GIN的一个SNP 他会预测我们治疗的一个效果 那可以看到呢 如果当你的GIN是带有两个良好的基因 就父母都给你各一个好的基因 C跟C就是好的一个ALIA 如果你带有两个好的ALIA 事实上呢治疗的SBR是最高 但是如果带有一个不好的基因的时候呢 他的SBR就下降 当然如果是两个都是不好的ALIA的时候呢 事实上他的SBR的机会是最差 那可以看到呢 原来我们后来发现了一件事情 亚洲人带有好的一个父母的ALIA 是最常见 所以说我们的SBR是最高 那白人是其次 黑人呢 他带有好的ALIA的机会是最低 所以他整体来讲 用Interferum Rival Baru呢 基因型疫型的患者 他治疗效果是最差 所以说这可以终于知道说 为什么我们人种的差异 事实上是在GIN 来决定我们的一个效果 好 那为什么GIN会决定效果 事实上就是这张图 当你有好的ALIA的时候呢 你打了干扰数 你的病毒下降速度就是最快 降的最快 所以我们刚刚讲了 你最快的时候 按照RGT的一个观点 他治疗效果就是最好 所以当你有不好的ALIA的时候 病毒下降的慢 他治疗的成功率 一定就是比较差了 好 那这就是目前的一个 全世界ALIA的分布图 好 可以看到呢 绿色是属于好的ALIA 藍色是属于不好的ALIA 那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呢 这边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绿色的ALIA为主 蓝色非常的少 这个其实跟我们今年的选情很像 就蛮像 这个票数的分布就是这样 绿色很多 蓝色非常的少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亚洲人呢 事实上都是好的基因为主 那欧美人大概是 稍微少了一些 好的基因比较少 那在非洲人 或是南美部分 基本上 他好的基因的分布就是最少 那在后续的有非常多的研究 就是所谓Meta-Anex 可以看到呢 这个IR28B呢 很明显的可以影响我们治疗的效果 那可以看到 这个是所有好的基因 跟不好的基因的分布 藍色是这个好的ALIA的分布 橘色是这个不好的ALIA分布 那可以看到高加索呢 基本上大概是一半一半 IR28B的基因呢 会明显的影响它的治疗效果 好 那在亚洲人呢 可以看到好的ALIA呢 大概整体来讲 爸爸妈妈同时都好的ALIA 大概有七成左右 那黑人呢 顛倒 就是好的ALIA 同时有机会呢 只有13% 那不管你的 所谓的盛行率的分布 微和 基本上IR28B很明显 对我们Interferum的一个治疗 就很明显的一个 预测的一个效果 所以它是目前基因权里面 最重要的 在细型肝源最重要的 预测的一个指标 在干擾树时代 好 所以基本上IR28B 各位记得 在基因型一型 可以明显的预测 Interferum的Libobarum 一个治疗效果 那IR28B 可以影响所谓的RVR的一个状况 当RVR发生的时候 它效果一定最好 好 那接下来呢 干擾树 各位知道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治疗效果这么好 还是很不错 大概在台湾人 大概有七成到八成可以成功 但是它还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就是所谓的 副作用的一个状况 好 可以看到呢 干擾树它是一种 所谓的免疫的一个 这种治疾 所以说它会影响 全身的很多免疫系统的一个变化 那Libobarum 主要是会造成溶血性疲血 所以可以看到它所谓的在 所谓的一般 constitutional symptoms 非常的多 这是一开始打了干擾树之后 或者所谓的发烧 肌肉酸痛 很像重感冒的状况 那在皮肤血上面呢 它会很多 包括头发掉 包括皮肤搔痒等等之类 非常多 可以看到神经学 眼科 还有所谓的甲状腺功能的变化 心血管疾病 还有肺部 都有很多不同的变化 所以说这个副作用呢 其实它基本上是算常见 所以各种不同的系统都有可能产生 那每个人能不能预测 它可能会发生什么不良的反应 事实上是很难预测的 好 还有所谓肠胃学的变化 血液学变化 那血液学正常见 是在所谓的雷巴烏零会引起贫血 那干擾素呢 会引起所谓的白血球下降 会引起所谓的血小板下降 所以说 当这个血球功能 本来一开始有不好的患者 你使用干擾素跟雷巴烏零 基本上它的风险 就会更加的上升 所以说干擾素事实上呢 我们在照顾他们的时候 患者 他们是比较辛苦了 那病患在疗程中呢 因为 他疗程也是蛮长 24到48周 所以说 他中间的生活品质 还有所谓的健康 他们的一个风险都会上升 好 那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看到 精英型一型的患者 我们成功率呢 国外大概只有五成 那台湾大概七成 那二型的患者平均呢 成功率大概八成左右 但是呢 还是有很多人没有成功 打了干擾素 很辛苦的度过这些风险之后 还是没有成功 但是呢 这个问题目前 已经得到很好的解决 我们已经开始有更好的一个 新的药物 那新的药物 它的简称就叫DAA Direct Activity Viral Agents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早期干擾素 是一种 非特异性的一个抗病毒的一个药物 那在后来 我们知道所谓 吸引肝炎的自然史之后 可以看到呢 这个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可以设计 它这个病毒 进入我们这个细胞之后呢 它有不同的 所谓蛋白质的一个复制 那如果我们可以设计一个药物 能够阻碍这个所谓蛋白质的 复制的一个流程 这个就叫 那所以呢 它就可以让它整体的这个病毒呢 无法复制 那造成病毒在死亡的一个状态 最后能够达到SBR的一个结果 那这个细型肝炎病毒 基本上它是一个RNA病毒 它没有反转入媒 所以它不太会进到细胞核里面去 它是在细胞纸复制 所以说呢 为什么容易达到SBR 它跟DNA病毒不太一样 它的好处就是可以Q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非常多的一个药物 那大家 不用太紧张 因为它是根据它不同的基因的区域 来设计不同的一个药物治疗效果 它其实是完全复制HIV的故事 HIV它也是RNA病毒 它也是有一样 很多这个所谓的结构区 跟非结构区的一个蛋白质 NS就是叫Non-Structural Protein 那Core 还有E1 这叫Structural Protein 叫结构蛋白 这个整个蛋白质 有所谓的核心蛋白 跟所谓Envil 外套膜蛋白 那我们主要是设计在所谓 Non-Structural Protein的一个Inhibitor 那事实上 第一个这个三区呢 我们叫做什么 叫做蛋白质抑制 Protein inhibitor 那事实上HIV有没有Protein inhibitor 有 HIV就是Pi Protein inhibitor 那5A呢 是所谓的5A的结构蛋白 那这好像等同HIV的NNRTI一样 这个很像 那这个5B的部分呢 就是所谓的Polymers inhibitor 那这个就好比HIV的NRTI一样 所以HIV有NRTI NNRTI還有PI 所以说C型肝炎也是一样 它有不同的结构 那抑制它不同的一个状况 让病毒死亡 那它的取名字很简单 可以看到三区叫做蛋白质抑制酶 所以它所有的后面的简称叫PREVIR VIR就是病毒的Virus PRE就是Protein inhibitor Protein inhibitor 所以什么什么PREVIR 就是第三区的一个蛋白质抑制酶 那5区的抑制酶呢 它是什么什么VIR 所以是病毒 AS A就是代表5A的A Ospia Ospia就是5A的一个抑制酶 那5B呢 当然就各位知道也是VIRUS 那这Buvia 5B的B在这里 Buvia 它所有的药物呢 在5B的区域 就是所谓的Buvia的一个命名 那5B比较特别 它有一种叫做所谓的核肝酸抑制劑 这是非常强的一个吸肝的抑制劑 它有一张非核肝酸抑制劑 等一下我们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目前小分子的一个进展的状况 好 那最新的一个策略是怎么样呢 它可以用小分子合并 好 干擾素跟雷巴威林 好 这是这所谓的 好 DAA加PAC RIBA的一个策略 第二个方法更好 就是完全把干擾素拿掉 好 就是把这个interferium拿掉 这边DAA自己使用 或者是加上雷巴威林就可以 好 就把interferium拿掉 那interferium的附货又蛮多的 好 所以就更轻松 所以叫做interferium free DAA的一个治疗 好 就存口服的一个药物 好 我们可以先看到 先看到第一个进展 好 就DAA加上干擾素雷巴威林的进展 好 那这一张呢 好 我只用一张跟大家介绍 因为实验实在太多了 好 它根据不同的基因型 好 一型二型三型四型五型六型 那不同的药物合併干擾素雷巴威林治疗 好 可以看到SBR的结果都秀在上面 好 那基本上大家只要了解一件事 这是早期的一个一开始开发的一些 好 蛋白质抑制酶 好 叫previa都是蛋白质抑制酶 好 他合併之后呢 他的治疗呢 基本上各位看到 他时间也可以写24到48 36到48 各位可以注意到 他都不是固定的疗程 这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DAA加上PEG-INFIRM-888 还是要遵照所谓的Responsive Guide Therapy 所以有RVR的时候 他还是可以缩短 所以说DAA加上PEG-A-RiBi的好处在哪里呢 他可以增加我们RVR的机会 就这样子 所以他可以缩短的疗程可以变多 但是呢 他PEG-INFIRM-888的副作用有没有 就是还存在的 好 那早期呢 这个药物呢 TELAPRIV跟BOSEPRIV 像TELAPRIV一天要吃9颗 雷巴威林一天要吃6颗 所以一天要吃15颗 很多 那病人在治疗期间呢 會痠痛啊 不舒服啊 有糖到病高血液啊 什麼一大堆 可能一天搞不好吃到30颗 所以说 這是很不方便的一个方法 那这个BOSEPRIV一天要吃12颗 很辛苦 那后来呢 那我们开始开发更好的药物变质 这个只要一天一颗就可以 SYMAPRIV 那这个是5A的 再加上干擾素 DACATASPEAR 所以是一天一颗再加上干擾素 雷巴威林的治疗 那这些都是要按照RGT的方式 来给予这个药物 那终于最后有一个很强的一个DAA 它叫Sophosphibium 这是叫5B 就是Polymers Inhibitor 这是目前最厉害的小分子 Sophosphibium 它终于可以进来到固定疗程 不需要按照RGT 它加PEG uniform 是不需要按照RGT的观念 所以可以看到 第一个小分子竟然可以 加上干擾素雷巴威林可以缩短到 各位看到三个月就结束了 早期要半年一年甚至一年半 它终于可以第一次可以缩短到12周 然后成功率可以看到已经上升到9成 甚至快到100了 那这是第一个最大的一个突破 就是Sophosphibium 加上PEG ribavari 但是呢各位觉得还OK吗 事实上还有很多人 事实上身体不是很好 甚至也干擾素都不可以使用 所以说呢 后来科学家在想说 那我们能不能按照HIV的观念 用不同的口服药物的组合 不同mechanism 然后达到一样好的一个抗病毒 一个治疗效果 那事实上呢 这个问题已经开始解决了 事实上它 事实上 这个在interfium free的时代 有个好处在哪里呢 事实上 它的使用的范围就更加宽广 早期呢一些身体状况不好 临床状况不好的患者呢 在interfium free DA的时代 已经开始可以使用 包括所谓的肝衰竭的患者 以前肝脏素是不准使用 现在都可以使用 那肾脏不好的DA interfium free也可以使用 移植后的患者 还有使用所谓的什么 steroid 甚至所谓的 immunosuppressive therapy的病人 也可以使用 interfium free DA 血液学不好的 或其他 corporeal病人 基本上 interfium free DA的时代 基本上 都是可以使用 非常的好 那他的效果越来越好 基本上可以超过95以上成功 那他会有更好的就是pain genotype 他设计的药物的话 基本上 不需要你可能以后 可能不需要去测定基因型 非常的方便 然后呢又安全 那这个一天呢 可能只要吃一颗就好 那目前最短的时间呢 可以缩短到八周就可以结束 所以非常非常的棒 那甚至呢 也不需要什么预测因子 就只要吃药吃一个疗程 他就成功 这是DA Interfium free的一个突破 那突破到什么程度呢 现在我们今天只简单介绍 这个四个药厂的药物 因为那药物实在太多了 那跟各位看 我们主要在今年台湾 开始可以使用的药物有哪些 第一个是B字图的药物 他是结合三区跟四区的蛋白质 加上五区这两个合起来 这是Combine Inofilm free DAA 那第二个是FV 就是艾伯韦的药物 他是结合三个药物 的一个使用方式 那第三个 这个都已经FDA都核准 FV的药 那Bismar Script 在日本 韩国都已经上市 那FV的话在欧美 全世界都已经上市 那第三个是Merc的药物 他是结合也是一样 两个药物结合起来 那这个是预期是下个礼拜 FDA会通过 Fade 3的一个study已经通过 那最厉害是这个Gilid的药厂 他是使用目前最厉害的小分子 叫Sophosphate 他何必其他的种类的药物 是一个非常强 他在目前Fade 3的study呢 也都已经通过 那今年这些药物呢 除了Merc以外的药物呢 基本上在台湾 这些都可能可以 衛福部都会核准通过 好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 就是B字图的药物 就是Asunoprivine跟DACLA 这蛋白质移植铭加5A的一个抑制器 那他主要使用的 適应证是在基因型一型一B 那还记得吗 我们台湾最常见的是一B的患者 所以他非常的好 只要在一B 那他使用的范围是在所谓的 肝脏Chai A的Compensate Serious之前 的严重度都可以使用 那口服他治疗半年就可以 可以看到成功率呢 大概82到90都会成功 比以前肝脏素更好 时间更短 然后成功率更高 但是82到90呢 我们专家学者还不是那么满意 后来我们有把所谓的抗药性病患 如果把它排除掉的话呢 他成功率可以到90到97都会成功 就只要吃半年就好 那一天这个药物吃三颗 吃半年 非常的好 那他目前安全性部分 会造成肝脂素异常的人 大概只有2到4 那会晃胆的病人非常的少 所以相当的不错 那5%的病人他治疗期间 他这个阿米雷斯會上升 那他目前就是在 CHAI-B跟CHAI-C 就是Dicomensate Serious的病人 基本上还是不可以使用 那他有些族群的 目前还没有研究很透彻 所以说这边目前没有建议 可以用这所谓的 舒暖跟DACLA使用 例如说移植 鼻肝共同感染 HIV患者或是喜剩的患者 基本上目前这个 雙合一的DACLA治疗 还不太清楚 所以说这个没有特别的建议 那他的费用是怎么样 他目前健保都不给付 都不给付 那现在我们的专案 进口的话 目前的费用是 他半年的疗程 大概差不多 在台大费用大概100万 100万 一个人要100万 好 那下一个是所谓的 FV的一个三合一 腰物 各位可以看到 在刚才B字塔是1B为主 那在 这个 FV的一个三合一 腰物 他的这个Genotype 的indication更广 他不用现在1B 他1就可以 基因型 4型也可以 那他肝硬化之前的患者 XA之前 也都可以 那他一天吃3颗 一天吃3颗 那他治疗时间呢 比刚才B字塔更好 治疗多久 3个月就可以 更短 肝癌童半年 现在已经说到 3个月就OK 那各位看起来还不错吗 1A喔 1A的病人 他成功率是89到97 那台湾最常见是1B的病人 是多少 成功率是99到100 幾乎都成功 吃3个月 幾乎每个人都成功 那在所谓的他在HIV 以前HIV吸肝非常难治疗 他使用这个HIV的族群 使用这个药物 成功率呢 94都SV 那甚至在肝移植 那很难搞的患者97都会成功 所以这腰五星有非常大的突破 洗肾的患者 成功率92到100都会成功 所以你看各位可以看到 在Interfilm Free DA的时代呢 非常棒 吃药吃3个月 就可以达到甚至90几到100的一个成功率 好 那他安全性怎么样呢 事实上他肝脂素会异常的人很少 那有一些患者呢 在治疗中会稍微黄胆 因为蛋白质抑制 美事实上比较容易造成黄胆 那贫血的话呢 如果吃雷巴尾 會造成贫血 那目前这个艾伯尔的药呢 是在CHAI-B跟CHAI-C的一个 目前是不可以使用 那他费用怎么样呢 在台湾目前申请专案的话呢 大概要一个疗程12周 大概要180万种 很贵 好 那第三个呢 就是准备下个礼拜准备FDI核准的药 那可以看到他的基因型呢 就更广了 一型四型六型更好 那他的药物呢 一天吃几颗呢 是一颗就可以了 越来越方便了 他治疗多久 12周就可以了 成功率可以看到 基本上都非常的稳定 大概在90到100左右 都非常好 那HIV族群呢 成功率95 那他的好处是在CHAI-B的Decombus Therosis 還是可以使用 他已經又突破了 在CHAI-B也可以使用 那喜腎的患者呢 目前呢 成功率99都會成功 所以非常非常的棒 所以這個下個禮拜FDA就過了 好 那他的狀況呢 基本上也是算安全 他由於被人家 實疑就是說 他的這個阿米雷斯 在治療期間會比較容易高起來 但是不太會造成 臨床上的所謂的Pengrititis等等之類 好 價錢呢不知道 還不知道 因為他FDA還沒通過 我們還不知道價錢 好 那第四個是目前 藥物目前Pengrititis最強的一個藥物 就是Sophosphic這個藥物 這就是平常你們在報上講說 好貴好貴那個藥就是這個藥 他是兩個combine的一個藥物 那這個藥物基本上是給基因型疫情使用 那他的厲害在哪裡 他是連CHAI-C都可以使用 也那個附水很多啊 吐血啊 黃膽啊 快死都還可以用 非常好 那他一天吃幾顆 一天吃一顆就可以 吃十二個禮拜 可以看到成功率如何 我幾乎都95以上 到CHAI-B已經開始有附水 成功率還有快九成 那CHAI-C呢 還有86%會 可以把病毒清除掉 所以說 當那個已經很糟糕 甚至要移植的患者 事實上他吃下去還是有效 甚至肝移植的患者 成功率可以看到也是非常的好 所以說這個藥物呢 相對來講是非常安全 他已經可以延伸到CHAI-B 到C都可以使用 那他唯一的那個限制是在哪裡 他腎功能不好的病人 大概要小心使用 因為這個藥物是從腎臟排泄 Sophosphate 所以目前Cretinine在30以下的病人 是目前仿單上 是不建議使用 那他的藥物費用是多貴呢 他目前十二週的療程 大概要220萬左右 220萬就更貴 好 那再過來還有一個這個舒服 Sophosphate 那剛剛講的我們可以看到 都是基因型一型啊 四型啊六型 Sophosphate 他還可以適用在二型跟三型 那也是一樣 到decompetence 都可以使用 那也是一樣 一天一科加上雷巴為零 治療12週到24週 那二型的患者台灣很常見 只要治療12週就可以 成功率大概93到97左右 那這是global的一個study 我們等一下可以看到 這台灣地區的study的結果 那基本上他也是一樣 腎功能不好的病 要小心使用 好 那這就是目前亞洲人的data 給各位看到日本 韓國跟台灣的study已經出來 那這個在Bizzo的藥物呢 我們看到台灣成功率呢 是77到92 還是相當好 那但是呢可以看到下一個呢 在這所謂的艾伯薇的那個藥物 FV的藥物呢 在日本的study已經出來 成功率是95到99% 幾乎都會成功 那在亞洲人呢 這剛剛講那個最強的藥物 就是蘇甫 Sophosphate跟Lediposphate 可以看到 這個基因型一型的患者 我們剛剛講 在干擾素時代 成功率只有5成到7成 那治療要治療一年 才會達到5成到7成 那這個藥物呢 治療三個月 成功率各位可以看到 98到100都會成功 所以說超讚的一個藥物 不管是有沒有打過干擾素 以前有沒有失敗 都OK 成功率是99到100 非常好 那二型的患者呢 不管有沒有打過干擾素 不管有沒有肝硬化 成功率大概97到98都會成功 所以幾乎都成功 幾乎每個人來治療幾乎都成功 所以說呢 這些藥物DAA非常的好 在未來呢 今年2016年 全部都會上市 在台灣都會上市 只不過呢 健保目前是不服 不羈服 好 那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自然的一個 這個目前吸肝 從1989年 發現 才發現這個病毒 確定這個病毒 你看 剛剛那個高教授講 一開始干擾素單打 成功率只有6 慢慢延伸 壓長時間到12個月才16 加上雷巴未來有突破到3成了 到干擾素雷巴長效期 50幾就已經很了不起 小分子越來越好 那現在到英特爾用Free DAA 成功95以上 非常的棒 所以說我們吸肝已經超級棒 已經快要到100了 所以說WHO是認為說 如果我們使用英特爾用Free的DAA 看能不能在2030年之前 能夠把全世界的吸肝 消滅90以上的一個病毒 所以說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很棒的一個公衛政策 未來呢大家能夠好好治療 能夠把這個病毒消除掉 大家都可以得到很好的健常 吸肝以後就會變很少見的一個疾病 好 那但是呢 我們有沒有因此滿意 事實上沒有 還有更好的藥要出來 這個剛剛講已經不得了 這個藥是也是這樣 他也是舒服再加上一個 5A的一個更新的藥物 那他利害在哪裡 他是也是一天打成一顆就可以 那這個藥物 剛才我們講還有分什麼 基因型一型二型啊 去不同的方式去治療 最新的這個藥物呢 是不需要再測基因型 他是全基因型都可以使用 那各位看到這最新的結果 在12月底 NEJ已經看出3篇很清楚 就是他不管在基因型 123456成功率呢 大概都95到99都OK 整個一天吃一顆 吃3個月都OK 那肝臟衰竭的病 也是吃12之後成功做95 所以說這個其實已經大大的改變 我們未來的一個 在膝蓋的治療的一個方式 那我們現在很多很多疾病 很少可以到95以上 病毒學的一個藥物 很少可以超過95 所以說未來呢 越來越厲害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藥物 今天非常好 已經不錯了 已經全基因型都可以使用 成功的95到99甚至100 但是跟各位講 這還不是最好的藥 還有 未來還有更好的藥 還有更好的藥 所以說呢 事實上呢 我們那個療效已經非常好 已經快要接近理想的一個狀態 成功率 那各位看到幾乎都95到100 那安全性其實非常的好 吃藥而已 那非常的簡單 simple 一天甚至目前只要吃一顆就可以 所以患者呢 基本上很方便 那未來這些新藥 基本上跟其他的藥物 Drop-Dri-Nation 已經非常的少 那現在唯一小分子 一個最大的罩門 Drop-Dri-Nation 最危險是 跟心臟科有一個用藥 很有關係 叫阿米歐達隆 阿米歐達隆 不可以跟小分子一起使用 用下去以後會assist 會不跳 心臟會不跳 特別 這個很怪的一個東西 那第四個呢 他治療的時間可以縮短 我們剛剛可以看到 肝導素要治療半年到一年 甚至一年半 那現在小分子呢 可以從半年縮到 12週 甚至呢 現在目前上市的藥物 可以縮短到8週 那未來呢 我們要研發了 現在已經縮短到6週了 越來越短 非常的好 那 最大的問題是在第五個 這S 達不到 目前還達不到 就是實在太貴了 因為一個療程要幾百萬 大概大部分都付不起 但是這個價錢這個東西 我想隨著藥物上市的時間越久 他應該下降的幅度會越快 會越快 所以說後來的病人 我想基本上吸乾 未來只有不治療的病人 大概很少有治不好的病人 好 所以總結來講呢 我們基本上在DAA時代呢 他主要的區域是在所謂的 第三第四區 叫蛋白質抑制酶區 還有5A區 5B 就是所謂的Polymerase inhibitor 聚合酶的抑制劑 那它可以合併干擾素治療 也可以完全用全口符合方式來治療 那 基本上目前來講 如果是DAA合併這個干擾素 還是有一些副作用 因為是干擾素本身引起的副作用 但是呢 在英國服用Free DAA的狀況之下 事實上已經非常非常安全 那使用的範圍呢 也越來越寬廣 所以說 對未來的患者 各位今天聽完這個 能夠 對你們的患者能夠 有所建議 未來呢我想吸乾 能夠在世界上 如果能夠根除掉 應該不是一個夢想 好 謝謝各位 好 我想謝謝劉醫師 非常完整的報告 把這個C型肝炎的一些治療 還有它的一些進展 讓大家得到一個充分的認識 我大概只有幾個心得 那第一個心得 就是我們現在這些藥物 雖然說是DA 它SVR Rate 可以到接近100% 可是我們實際上是 只有把病毒清除掉 我們大家不要忘記 這個C型肝炎實際上是 有兩個疾病 一個是病毒 另外一個是肝病 這個肝病的話 也就是說它實際上它的纖維化 還是存在的 這些藥物 並不能夠讓纖維化 在短期的時間之內 就逆轉 那我們也了解到 肝臟只要一旦受過傷害 有纖維化的一個發生 那麼它得到這個肝癌的風險 還是存在 所以這些患者 就算把病毒清除掉之後 我們還是要定期做 所謂肝癌的一個篩檢 那第二個就是這些藥物 我想會陸陸續續再出來 不過一個最主要的問題 就是所謂的 就是說到底這些需要治療的病人 怎麼樣獲得這些藥物 因為從剛才劉醫師的報告裡面 我們知道這個藥的最大的問題 就是在於貴 比較貴 非常昂貴 所以因為重要的事情 所以要講三遍 那所以怎麼樣讓這個藥價 能夠逐步的減少 這當然要靠藥廠醫界 那還有這個健保的一個單位 大家共同來努力啦 所以要 藥價的一個降低 不是不可能 因為實際上在有一些國家 實際上他們有做到 所以可以治療更多的一個病人 那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市長 還有各位同仁說問題 要請教劉醫師 來請 來 吳醫師 謝謝劉醫師精采的這個介紹 我們比較好奇的 這是那些些 non-intervalent的DAA 在這個洗腎患者 是不是如同就剛剛 講的這兩個藥 一個是SOFA 一個是Rebuffering 這兩個藥 要特別小心 那其他是不是都 應該都是OK 因為最近腎上方面 這Ga也在Revise當中 謝謝 基本上好 現在目前來講 大部分的小分子藥物 都是從肝臟代謝 現在目前只有 sophosphate是從腎臟排血 所以sophosphate 目前在CCR30以下 是不太建議使用 所以在洗腎一般來講 還是一個concern 那但是在其他所謂的 其他的組合 其他就比如說 Merc或是FV 或是Asunopervia 那些 基本上在FV的一個三合一 跟所謂Merc 下禮拜FDA 要通過那個藥物 Merc那個藥 在洗腎已經做完了 今天前一陣子 登到Lancet 已經登出來 洗腎CKD Stage 4到5 甚至洗腎患者 他治療 一天吃一顆 成功率99 OK 安全性非常好 幾乎沒有問題 所以說 未來很多小分子 會改良他的所謂的安全性 即轉 好那 JRFV會變少 所以說未來 對各種族群 換成應該擴大使用 是應該是可期待的 那這些藥物 在洗腎病的 跟German population 的complication 有沒有什麼特別不一樣的地方 目前看來是沒有特別不一樣 而且他的dosis 都不用減少 所以跟一般Ugerman population 是一樣的dosis 對 沒有特別的一些限制 謝謝 那其他不知道還有什麼問題 來 女生先優先 好了 女士優先 那下一位 下一位 老師想要請問 就是在dosis 像 Trout C 這樣的病人 治療真的 會減換他 應該是減少Motality 或者是減少HC 發生的機會 真的有這樣報告 目前來講 他這個DNA 事實上在我們 現在上市時間還不夠久 大概只有兩三年以後 他有分short term的一個goal 還有long term的goal 之下short term 跟各位報告 在childbc的患者 就使用DNA的話 因為很多都會成功 所以第一個 他改善 那所謂child push score 他會變低 還有male score model for end state liberty 他male score會下降 所以有些患者 本來會死亡 甚至要去做遺址 他可以delisting 就是不需要去做 就是做liver transfer 所以這是一個 他short term的一個goal 在long term來講 目前還不太清楚 因為他follow時間還不夠久 所以說我想預期來講 預期來講 應該有蠻多病人 因為在short term你可以看到 male score跟childbuce score 已經下降 所以說我們預期 他overall的survival 應該會上升 他相對的一個complicating 都會減少 而且我們早期 這個做了以後 會量他的所謂pulti-hyptension 用所謂的hpvc去量 他的pulti-hyptension 他做了 這個所謂inofilum free da 治療完之後呢 他成功 他的pulti-hyptension 的pressure都會下降 所以預期 他所謂virus is bleeding 或是ascite 或等等之類 一些pulti-hyptension 所以西型肝炎的治療 從過去的 不管是健保治療庫 或者real world data 他是可以減少 level related 跟all cost的一個mortality 所以西型肝炎 實際很適合在內科講 因為他是一個全身的疾病 他不是只有肝病 因為他會導致 胰島素的阻抗 所以他會跟cardia vascular 跟stroke 跟糖尿病 實際上都有非常密切的一個關係 所以當你把西肝的病毒 清除掉之後 那insent resistant會改善 那我想其他的原因的一些mobility 跟mortality 也會減少 所以治療他實際上是蠻cost effective的 來 請 好 基本上是這樣 現在其實在interfermium 3DA的時代 他的限制很少 你只要確定他應該要治療 就是像目前WHO的一個建議 基本上一個病人 如果有persistent by remage 就應該治療 就這麼簡單 也不要管肝指數 因為對我們來講這些都不太重要 你治療是要治療這個病毒 讓他health outcome變好 但現在主要只是在錢的問題 因為錢因為很貴的時候 所以我們要prioritize 就哪些病人要比較急的用 如果當這個病人癒後 長期的癒後應該是會比較不好的時候 你應該要prioritize這個病人 那所以如果這個病人的話 他的纖維化很輕 他癒後應該看起來還OK 那因為這個價錢的關係 他可以等一下 就可以稍微等一下 等一陣子 那等到便宜的時候 這台治療應該還是OK 目前當然就是按照這個 國家的一個GDP 這所謂high income country 像ASLD或是歐洲的概念 他們建議說所有的感染者都應該治療 實際上亞太的概念也是這麼說 因為亞洲地區也有很 很有錢的國家 也有沒有錢的國家 那沒有錢的國家 大概就是要照剛才劉醫師所說的 我們要把這個病人定一個優先順序 那你如果可能就先治療那些迫切需要治療的 譬如說他已經有leversiosis 或是說他有做一些organ的transplant 或是以前治療失敗的 那比較明顯的fibrosis 或者他不能夠使用這個干擾素的病人 這些應該是第一波要讓他們能夠接受健保的一個使用 那其他的病人就是剛才你說的 那如果他有錢的話 那付得起 那當然也可以去接受這個治費的一個使用 其他不知道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可能請請教一下 因為好像沒有提到這個疫苗嘛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感染症 如果你要正本清源 要達到所謂的evalication 這個疫苗應該還是一個蠻有用的 像以B型肝炎做例子 那C型肝炎這個疫苗的研發 能不能跟我們說一下 那目前C型肝炎疫苗的研發 是跟B型肝炎不太一樣 就是目前來講 沒有很好的成效 為什麼 因為它本身這個吸肝它的外套膜 這個anviloprotein 它是一個非常不穩定的一個protein 它Gene那個RNA病毒的話 事實上它的mutan 它常常會有quasi-species 所以它上面的anviloprotein會一直變動 它沒有一個比較穩定的protein 來做成什麼vaccination的一個target 所以說目前C呢 目前還沒有研發出有效的一個vaccination 就類似HIV一樣 沒有很有效的一個vaccination 所以說目前是要靠所謂的treatment 就是用antiviral treatment 把它eradicate掉 那目前prophylaxis 是沒有特別好的方法 所以說我們應該是說 避免被感染 就inniversal的一個precaution 對這個high risk 一些group的behavior 或是本身這些東西 要做很好的一個screen 來減少我們被感染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們現在因為沒有vaccination 所以現在的概念就是所謂的treatment as prevention 就是把這些病人治療之後 可以減少他傳播的一個機會 不過大家也不要太小看這個西型肝炎 雖然剛才劉醫師提到我們要做所謂的infection control 那在最近有一些比較先進的國家 包括新加坡跟韓國 在他們的一些center 譬如說血液透析的中心 也是有發生這個西型肝炎病毒的一個outbreak 也導致了一些政治上的一些問題 所以表示在這個我們執行一些所謂的invasive procedure 或者在給藥的過程裡面 這個所以universal的precaution 還是要非常的一個注意 那我想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這個西型肝炎的這個治療的食物課程 就到這邊啦 那我想這個真的是日新月異 的確可能搞不好每一季 那可能都要請劉醫師來這邊 跟大家update一下一些最新的一個知識 好那以上就謝謝大家的參加 謝謝 也謝謝劉醫師精采的報告